从简易的飞行原理出发 加入民航法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 国中学生无人机营队在基隆商工展开 借由模拟器进行无人机操作 并实际动手制作实体机 还有操控四旋翼机在户外试飞 最后进行室内的无人机穿越比赛 那无人机穿越赛呢 我们有试法性就是因为 它是在室内飞行 而且它的造价比较便宜 我们就这造价比较便宜 不是一般的那种商务机 可以把它推广到国中国小 我们希望以后呢 借由这机会呢 让基隆区的每个国中国小 都能够玩到无人机 去启发它的学习兴趣 兼顾现场教学的安全性 原想飞的孩子一个飞行梦 那个模拟器的部分 然后还有试飞的部分 跟这个穿越的活动 正名国中校长 要感谢机商的跨域合作 甚至能派出学生 参加台北市办理的 全国无人机竞赛 正兵国中 我们一开始是成立遥控车社团 那在后来 在基隆商工航电科的协助之下 我们加入了无人机的部分 孩子的学习的兴趣 变得更高 而且他们的面向更广 那我想这是一个 跨阶层合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民阵处长张渊祥也特别到场 观看孩子们的比赛 我相信在基隆这个地方 我们有三海景 未来我们更多的学校学生 来透过跟基隆商工的合作 来学习到空拍机的技巧 对基隆市风景的采集上面 都有很多的需求跟帮助 基隆商工以微型化的无人机 进行教学 大幅降低成本 也兼顾事法性与安全性 让孩子的飞行梦可以实现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